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历史上经历最丰富的皇帝,也是命运最坎坷的皇帝,一生中并没有想到多少福,甚至还在外流亡了好多年,在流亡的那段期间,确实让溥仪重新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,之后溥仪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,名叫《我的前半生》,现在有一部电影叫《末代皇帝》,这是一部溥仪的回忆录, 清清楚楚记载了溥仪自己的喜怒哀乐,溥仪被逼离开皇宫以后,就被和普通百姓关在一起,虽说身边还是会有几个人跟随着,但生活的艰苦让溥仪真的有过很多自寻死的念头,可是最后还是活了下来, 溥仪只当了三年真正的皇帝,之后就当了满清国的傀儡皇帝,特别是在二战中的时候,日本占领辽我国东北,为了更有说服力就将溥仪带到了的东北,就是想利用溥仪向中国示威,意思就是连中国的皇帝都站在日本这一边,让我国不要再反抗。 那个时候溥仪在所有人心中就是汉奸,日军甚至还让溥仪每天都要朝拜日本的神像,之后战争结束后,溥仪有一段日子是在监狱中度过的,但之后还是被释放出来,国家也没有亏待他,离开监狱后的他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, 不得不说的是溥仪的适应能力还是非常强的,之后溥仪只要有时间都会去故宫到处走走,那个时候,故宫已经变成了文化遗产,每天都会有全世界各地的旅游前来参观,溥仪看到故宫里面的一切是多么的熟悉, 特别是在带有向旅客介绍的时候,溥仪也会跟在后面听上一段,比如一位导游介绍一个形态非常奇怪的花瓶,说这是曾经摆放在末代皇帝,寝宫中时间最长的花瓶, 但只有溥仪知道,小时候因为贪婪就僵了,湖荡成了花瓶摆放在桌子上,还有一件事让溥仪非常的生气,那就是溥仪忙完一天的工作感到非常饿, 所以就去街上买一些吃的,看见了一个卖烧饼的店面,同时也让他想起,我当时在宫中吃的烧饼,也都是从民间买回去的, 溥仪咬了一口顿时愤怒了,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吃过热的烧饼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后来才知道,原来宫女和太监出宫购买食物的时候并不是立刻回宫,难得出宫肯定会在民间多待一会,所以说再热的食物也会变凉, 但是这些宫女太监又担心被惩罚,所以就谎称普通百姓也是这样吃的, 可想而知闹的时候就连下人都不把溥仪放在眼里, 但后人对溥仪的评价都不是很坏,你们有怎样不同的看法呢?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